那時又有一大群人聚集 沒有什麼吃的 耶穌叫門徒來, 算 我連吻這群人 因為他們和我在這裏已經三天 沒有吃的東西了 我若叫他們餓著回家 他們會在路上餓睡 因為其中有從遠處來地 門徒回答 在這野地, 從哪裏能得餅 使這群人吃飽呢 耶穌問他們 你們有多少餅 他們算 七個 他吩咐眾人坐在地上 振拿著這七個餅, 捉藉了 盲開 第幾個門徒, 叫他們擺開 門徒就擺在眾人面前 他們還有幾條小魚 耶穌捉謝了 就吩咐也擺在眾人面前 他們都吃, 並且吃飽了 他們都吃, 並且吃飽了 收拾盛下的碎蝉, 有七腔子 人數約有四千 耶穌打發他們走了 隨即和門徒上船 來到大馬魯他境內 發理賽人出來盤問耶穌 要求他從天上顯個神跡吸他們寒 想要試探 耶穌心裡心心嘆息 說 這世代為什麼求神跡呢 我實在告訴你們 沒有神跡給這世代漢 他就離開他們 又上船往海的對岸去了 他就離開他們 門徒忘了大餅 在船上除了一個餅 沒有別的食物 耶穌祝福他們說 你們要謹慎 要防備法利賽人的孝 和希律的孝 他們彼此議論說 這事因為我們沒有餅 耶穌知道了就說 你們為什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呢 你們還不領悟 還不明白嗎 你們的心還是如還嗎 你們有眼星看不見嗎 有耳朵聽不到嗎 也不記得嗎 我抹開那五個餅分給五千人 你們收拾的瑞士 裝滿了多少個藍錢呢 他們說 十二個 然後抹開那七個餅分給四千人 你們收拾的瑞士 裝滿了多少個匡子呢 他們說 七個 耶穌說 你們還不明白嗎